李铁匠是鲁阳府清平县 很有名气的打铁匠 他本不是鲁阳府人士 是小时候跟随父亲来到了此处 来到此处后 李铁匠的父亲 便在鲁阳府清平县找了一份差事 久而久之便在此地扎了根 在李铁匠十五岁的那年 父亲便把他送到此地有名的铁匠师傅 老张头那里 学习打铁 李铁匠靠着自己的勤奋 被老张头相中 最后更是毫无保留的清郎相受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得到老张头真传的李铁匠 这些年在鲁阳府 也算是有了些许名气 每天找他打造物件的人也不在少数 渐渐的李铁匠家底也越来越殷实 每天的日子也算是过得去 李铁匠成亲很早 不久便生了一个女儿 取名李如同 因生李如同的时候遇到难产 李铁匠的妻子从此落下了病根 便不能再生育了 于是 李铁匠就全心全意地培养李如同 一个孩子 李如同小时候心地善良 人长得也漂亮 成年后更是出落得水灵水灵的 活像刚刚展开的荷花一样 让人看到第一眼后便再也忘不掉了 不知不觉间 李如同也到了二八年华 是时候寻个如意郎君嫁人了 可是李铁匠非常宝贝李如同 不肯轻易将他嫁人 于是 李如同在十八岁那年 依然没有嫁得出去 眼看身边的好姐妹一个个都嫁人了 有的孩子都已经两个了 自己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夫婿 李如同便不由地焦急了起来 但是人前却表现得云淡风轻 不敢有丝毫的表露 只因怕遭到街坊邻居的嘲笑 说自己思春心切 这天 李如同去街上准备买些腌制水粉 走在街上时 看到一对对年轻的小夫妻成双成对 恩恩爱爱 自己心里又难免生出来一些羡慕之意 李如同强装镇定 等买完自己需要的东西 慌忙地回了家 到了晚上 因为没有其他事情 李如同便早早地躺到床上 可是不管怎么样 李如同却一直睡不着 在床上翻来覆去 脑海中总是浮现出 今天在街上看到的 那些年轻福气恩爱的样子 就这样直到后半夜 李如同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不知睡了多久 李如同恍惚间 突然感觉有个人影 站在自己的床前 可是不管怎么努力 都看不清那个人的脸 借着窗外透过来的淡淡月光 李如同只能勉强看出 床前这个人的大致轮廓 只见这个人一身白衣 身材娇小 浑身散发着一股阴柔之气 此时这个人正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 躺在床上的李如同 李如同看到此处 只觉得汗毛直竖 非常害怕 但当他想要喊叫的时候 却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来 就这样那个人看了李如同一会 突然伸出一只手 朝着李如同的脸摸来 李如同瞬间感觉头皮发麻 整个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喘一声 就在这时 突然听到一声大叫 李如同瞬间能够活动了 他慌忙从床上坐了起来 可是当他看向刚才那人站立的位置时 却有什么都没有了 李如同也闹不清楚 当才是自己在做梦 还是真实的了 就在这时 李如同的母亲郭氏猛然推开门 走了进来 样子慌慌张张的 走到李如同的床前 问到童儿 你没事吧 李如同说到女儿没事 母亲只是刚刚好像做了一个噩梦 郭氏见李如同这么说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嘱咐了几句 便关上了门走了出去 直到此时 李如同才闻到 房间中有一股淡淡的胡骚味 这股味道很淡 不是仔细闻是闻不出来的 李如同疑惑了一会 也就没有再想太多 于是便躺到床上继续睡了起来 第二天李如同因为昨晚的事情 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的 他也没在意 和往常一样忙活了一整天 等到了第二天晚上 李如同因为昨夜没有睡好 又加上一天的劳累 于是便早早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躺到床上睡着了 这次李如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而且睡得很熟 等到了后半夜 李如同又再次迷迷糊糊的 梦到了昨天晚上的那个白衣人 而这次 那个白衣人并没有站到李如同的床前 而是在房间的西南角的角落里站着 正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李如同 李如同见状 整个人犹如被电击一样 浑身一动不感动 想要大声呼喊自己的爹娘 又发不出一点声音 就在这时 那个白衣人突然消失了 紧接着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李如同的床边 自始至终 这名白衣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一直盯着李如同 李如同见到 白衣人瞬间出现在了自己的床前 整个人吓得魂都飞了出去 他想要大喊 却喊不出来 想动又动不了 整个人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在此时 李如同心中意恨 罩着自己的舌 尖咬了下去 整个人瞬间精神了起来 李如同睁大着眼睛看着床边 然而并没有看到 刚才梦中见到的那个白衣人 就在这时 李如同又再次闻到了 上次闻到的那种枯燥气味 只是这次的气味比上次浓郁了很多 这一晚李如同睁着双眼到天亮 再也没有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 李铁匠见到李如同的精神状态 比昨天的更差 于是忍不住问了起来 李如同一五一时的告诉了李铁匠 这两天晚上自己的所见所感 李铁匠听完后 皱着眉头一眼不发 只是静静地看着李如同 李如同见到李铁匠皱着眉头 一直盯着自己看 忍不住问道爹爹 你这样看着女儿是有什么问题吗 李铁匠常常出了一口气 说到呼 其实我也是听老一辈人讲的 具体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说完又看了一眼李如同 接着道听老一辈人讲 狐狸信色 以前的狐狸成了精 专门挑选漂亮的年轻女子糟蹋 而在这之前都会来查探一半 就和你说的一样 每天晚上后半夜 等女子睡熟后 狐狸便会悄悄地出现 因为狐狸天生带有狐骚味 所以每次狐狸来过之后 都能够闻到一股淡淡胡骚味 这是狐狸所特有的 就算是成了精也去不掉 而这种狐狸 老一辈人为他们取了一个名字 银狐 李如同听到此处 非常的害怕 于是问李铁匠说道爹爹 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李铁匠道有道是有 就是被狐狸盯上的年轻女子 只要嫁了人 狐狸就会放弃 因为到了 这个阶段的狐狸 对年轻女子的要求 也是极其的苛刻 听完李铁匠的话 李如同勾着脑袋一言不发 若真是像李铁匠说的那样 自己已经被狐狸盯上 那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唯一办法 就只有赶快嫁人了 可是猛然说到嫁人 又去哪里找合适的夫婿呢 李如同此时也没有心情再吃早饭了 一整天魂不守舍的 也做不好事情 于是 李铁匠便让郭氏在家里陪着李如同 自己去了铁匠铺 到了晚上 李如同很是害怕 担心晚上那个狐狸会再次来找自己 郭氏也看出了女儿的心思 于是决定在李如同嫁人之前 由自己陪着女儿一起睡 心想真要是晚上那个狐狸来了 自己就和他拼了 也要保住自己的女儿的清白 一连过了半个月 李如同在郭氏的陪伴下 再也没有梦到过那个白衣人 这天李铁匠还没有出发去铺子里 刘媚婆便笑呵呵的 来到了李铁匠的家中 刚走进院中 便看到李铁匠从屋中走了出来 于是快步上前 来到李铁匠的面前说道哟 李大哥进来可好呀 这么早这是要干嘛去呀 李铁匠看到是刘媚婆 于是也笑了笑 回了一句这不时间也不早了 我准备去铁匠铺 把昨天张大爷的锄头修一修 刘大妹子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家呀 刘媚婆也是出了名的精明 听到李铁匠这么说 先是笑了笑 然后对着李铁匠说道 我还能有什么事 当然是为了大支女如同的事情啊 李铁匠正愁 怎么给女儿李如同找一门婚事 见到刘媚婆这么说 赶忙把刘媚婆迎进了屋中 来到屋中后 李铁匠给刘媚婆倒了一杯茶 随口问到刘大妹子 不知是哪家的公子来向如同提亲 刘媚婆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笑着说道还能是哪家 向咱们如同这么好的条件 当然的是富家公子哥了 李铁匠见刘媚婆卖起了官子 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笑着等刘媚婆往下说 刘媚婆见李铁匠不说话 于是便说了起来 是咱们汝阳府之州的公子胡凡 胡凡李铁匠是知道的 听说此人才学渊博 人长得也很俊俏 再加上自己是之州的公子 不知有多少年轻漂亮的女子 想嫁给他 只是听说他娶了两个妻子都死了 所以李铁匠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机会 刘媚婆看着李铁匠不说话 皱着眉头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心里也猜到了个大概 于是说道李大哥 想必你也听说了 胡大公子前面娶了两个妻子 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去世了 但那也不是胡大公子的原因呢 只要咱们如同嫁过去 必定会穿金带银 想不尽的好日子 李铁匠见刘媚婆这么说 于是便说道这门亲事 我还要和如同商量一下 要不今天你就先回去 等明天再来 刘媚婆听到此处 于是和李铁匠打了一声招呼便走了 到了晚上 等李铁匠把店里的生意忙完 关了铺子便回家了 到了家中 李铁匠把郭氏和李如同都喊了过来 把今天刘媚婆来的事情 详细地说了一遍 说完后便问李如同道如同 这件事情我和你母亲不做 你的主你自己拿主意 看看你嫁还是不嫁 李如同听说是芝州公子胡凡后 也是很开心 只是他前面已经死了两个妻子 这点让他一时有点拿不定主意 母亲郭氏好像看出了李如同的担忧 于是说道我看可以 虽说胡大公子死了两个妻子 但总体来说胡大公子还是不错的 要不如同你就同意了吧 毕竟郭氏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虽说郭氏没有说明 但李如同又岂会不知郭氏指的是什么 并是狐狸那件事 虽说这么多天 有母亲陪着自己一起睡 自己再也没有梦到过那只狐狸 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况且自己正愁找不到如意郎君 如今之周公子来向自己提亲 自己如果不答应 错过了这次 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 才能遇到这么好的福气 想到这里 李如同便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李铁匠和郭氏看李如同点了头 心里也是很开心 第二天一大早 刘媒婆便来到了李铁匠的家里 还没进门便喊了起来李大哥 李大哥在家吗 李铁匠其实早早变起来了 一直在家里等着刘媒婆 这回听到刘媒婆的声音 赶紧从屋里走了出来 刘媒婆看到李铁匠 说到李大哥 如同大侄女 逃绿的怎么样呢 李铁匠回到如同同意了 你回去告诉胡大公子 让他找个时间来提亲吧 刘媒婆听到李如同同意了 瞬间乐开了花 因为像胡大公子这样的人 肯定会特别的大方 自己要是把这段婚事撮合成了 自己的好处肯定少不了 又说了几句 刘媒婆乐呵呵的离开了李铁匠的家 去把这个结果告诉胡公子去了 没几天李铁匠的家里站满了人 院子中摆满了各种聘礼 今天是胡大公子亲自来下聘了 李铁匠老两口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看到这么多的聘礼 又想到自己的女儿逃过了一劫 很快辨认下了胡公子这个女婿 这件事情很快便在汝阳府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 芝州公子和李如同定亲的事情 这天中午 李如同去给铁匠铺里的父亲 李铁匠送午饭 刚走出家门没多远 便被一个魁梧的男子拦住了去路 李如同被男子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 等看惊来人后 便生起气的到叶修 你这是做什么 为什么拦住我的去路 原来这名男子是李如同的邻居 叫叶修从小便喜欢李如同 只是自己家境一般 也没有一门手艺 便觉得自己配不上李如同 只能暗地里喜欢他 有好几次 李如同在街上被小混混骚扰 都是叶修上去打跑了 小混混救了李如同 李如同也很感激他 但对于叶修 李如同却从没有想过男女之事 只是把叶修当哥哥对待 叶修被李如同这么一问 眼神有点闪躲 慌忙说到如同 听说你和叶修公子定了婚事 此事是真是假 说完便一眨不眨地盯着李如同 李如同皱了皱眉 对着叶修说到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确实和叶修的公子定了亲 有什么问题吗 叶修听李如同亲口承认了此事 心里狠狠地抽了一下 整个心都空了 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说不上来 只是心里无比的难受 叶修说道没 没什么事 只是听说了此事 来问问你 既然是真的 那就恭喜你啊 说完挤出了一丝笑容 李如同看到叶修这么说 也没有多想 只是说到叶修 还有其他事情了 没有的话我就去给爹爹送午饭去了 叶修慌忙说没有了 没有了说完便让开了路 李如同看到叶修有点反常 也只是有点奇怪 然而并没有多想 便去给父亲李铁匠送午饭去了 叶修看着李如同远去的背影 心里非常的难受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叶修此时 脸上两行泪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 今天是李如同出家的日子 天刚蒙蒙亮 胡帆就骑着高头大马来接亲了 身后跟着八人抬的大娇 很是热闹 早早的街坊邻居也都来看热闹 远远的人们看到骑在马上的胡帆 也都赞不绝口 李如同听到大家对胡帆的赞赏 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毕竟自己嫁给了一个如此英俊 有才华的人 李如同拜别了爹娘 顺顺利利地进入了花轿 刚坐上花轿 便听到旁边有两个女子 栽栽小声议论着什么 李如同仔细地听了听 便听到其中一个女子说道 哎 真是可惜啊 这么漂亮的女子 竟然还没等她说完 便听到一声大喊起叫 李如同坐的花轿 瞬间就被抬了起来 只感觉一阵摇摇晃晃 李如同知道这是要回胡府了 于是也坐稳了 但她心里一直很奇怪 刚刚听到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黄昏之前 花轿终于停止了颠 火停了下来 此时只听外面喊了一声请亲娘子下轿 李如同知道已经到了 等轿门被掀开 李如同便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了出去 等拜完堂 李如同又被搀扶着进了一个房间 不一会儿就见胡帆来到房中 掀开了李如同的盖头 当胡帆看到面前的美人时 愣了一下 随即笑呵呵地到娘子 一路辛苦了 就在这时 门突然被打开了 涌进来一群闹洞房的 非得拉着胡帆出去再喝几杯 无奈之下 胡帆只得出去应酬 而此时房间中就只剩下李如同一个人 李如同等了好一会 也不见胡帆回来 便打算贴着床檐休息一回 可能是这几天比较劳累 不知不觉间李如同便睡了过去 正当李如同睡得迷迷糊糊时 突然感觉有人在摸自己的脸 只是感觉有点毛茸茸的 痒痒的 李如同以为是胡帆应酬完回来了 便没有在意 可是那只手在自己的脸上摸了好一会 就是不见有人说话 李如同以为是胡帆比较害羞 就睁开了双眼 这一看不要紧 李如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 眼前之人那里是胡帆 这分明是前段时间 一直在自己梦里出现的那只狐狸 李如同看到这里 失声尖叫了一下 便晕了过去 外面守候的丫头听到房间中的叫声 慌忙地跑了过来 就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 从窗户跑了出去 又看了看新娘子 发现新娘子倒在床边的地上 两个丫头赶紧跑了过去 把李如同扶到了床上 在外面陪酒的胡帆听说了此事 也赶紧赶了回来 等他看到床上躺着的李如同 安然无恙时 也放下了心来 等到把李如同喊醒后 胡帆便问李如同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李如同张了张嘴 发现不管怎么用力都不能发出声音 原来李如同惊吓过度 哑巴了这下可气坏了胡帆 他重重地把桌子上的茶杯摔得稀碎 对着身边的丫头说 让你们好好看着 新娘子你们就是这么看的 说完命人把两个丫头带了下去 美人重重打了二十大板 李如同醒来后发现自己不能说话了 哭得死去活来 而此时的胡帆却面露猙獰的道 本以为娶了一个美娇娘 没想到成了个哑巴 真是会气 说完便一甩袖子转身离开了 如留下李如同一个人在房间哭泣 李如同在胡府整日里以泪洗面 这天府里的丫头来给李如同送饭 看到李如同伤心的模样 便对李如同说少夫人 你不要伤心 其实事情成了这样 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 李如同听到丫头这么说很是不解 便停止了哭泣 满眼疑惑地看着说话的丫头 由于不能开口说话 便死死抓着丫头的衣袖不松手 这个丫头也是聪慧 她知道李如同想说什么 于是赶紧赶关上了房门 悄悄地对李如同说道少夫人 其实少爷并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 他是个实恶不赦之人 丫头看了看李如同 接着又到其实少爷的前两任妻子 是被他活活打死的 只因为他在外面与别的女人不清不楚 而被前面的两位少夫人知道后 前去质问了他 便被他活活打 死了说来真是可怜 到此时 李如同才知道胡凡原来是这样的人 于是李如同便写了一封信 让丫头偷偷地送给自己的爹娘 李铁匠和郭氏 心中写了自己在这边的遭遇 以及让他们赶紧来救自己 很快李铁匠便收到了来信 本来以为女儿在胡府会享受荣华富贵 可等他们打开信后看到信中的内容 才得知自己的女儿在胡府遭了多少罪 于是当天便去了胡府要人 李铁匠来到胡府后 胡府的家丁却拦着不让李铁匠进去 于是李铁匠便和家丁争论了起来 正当争论的时候 突然看到胡凡骑着马从外面回来了 李铁匠赶忙上前说明了来意 胡凡听到李铁匠是来咬人的 便对李铁匠说道你个该死的老东西 咬人可以 把我的聘礼还给我 我就放了那个贱人 说完便走进了胡府 这下李铁匠犯了难 因为当时胡凡给的聘礼 有一部分已经被用掉了 现在根本拿不出来这么多东西 在胡府门口站了几个时辰 李铁匠看要人无望 便哭着往家里走去 正当李铁匠快走到家里时 在路上碰到了叶修 叶修看李铁匠哭得伤心 便询问到李大伯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李铁匠看到是叶修 便一边哭一边把事情告诉了叶修 叶修听完后 对着李铁匠说了一句李大伯 你放心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一定要把如同救出来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李铁匠在叶修离开后也哭着回了家 第二天一大早 李铁匠就听到有人敲自己家的门 而且声音还很急 李铁匠此时和郭氏正在屋里伤心 听到敲门声便慢吞吞的前去开门 当门打开后 看到来人是叶修 只见叶修手里拿着一个包裹 看到李铁匠开了门 便把手里的包裹递给了李铁匠 然后对着李铁匠说道李大伯 这是三百两银子 你拿着这个银子去就如同吧 说完便离开了 李铁匠看着手里的银子愣在了原地 三百两银子不是小树木 叶修是怎么弄到手的呢 李铁匠此时也顾不得想这么多 赶忙回到屋里喊了过世 一起去胡府去就李如同了 来到胡府前 李铁匠向看门的家丁说明了来意 于是家丁便跑到府中向胡帆去通报了 过了一会 胡帆出来了 看到李铁匠和郭氏 便问到银子带来了 李铁匠听到此话 慌忙把手里的银子递了上去 胡帆拿着银子在手里颠了颠 然后对着身边的一个人说道去 把那个贱人带到这里来 身边的那个人听到此话 忙拱了拱手 说道是少爷 然后匆匆进了府 没过多大会儿 李如同便跟着原先进去的那个人 一起走了出来 李铁匠和郭氏看到李如同 赶紧上前一把抱住了他 哭着说道如同 让你受苦了 李如同此时说不出话来 只能趴在郭氏的肩膀上哭泣 胡帆见状 朝着李铁匠三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说道李老头 赶紧带着你的这个哑巴女儿离开这里 别弄脏了我的地方 李铁匠听到这里 怒视着胡帆 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想为女 而报仇但此时在人家的地方 而且之州自己也惹不及 无奈握了我拳头 带着郭氏和李如同离开了 还没到家门口 老远便看到自己家门前有一个人影 等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叶修 此时的叶修在李铁匠门前来回的踱步 一副焦急的模样 等李铁匠走得近了 叶修也看到了李铁匠三人 于是快步走到三人面前 对着李如同问道如同 你没事吧 听说你不能说话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呀 说这话时 叶修满眼的焦急之色 李如同看到叶修焦急的模样 再也忍不住了 一把抱住了叶修 大哭了起来 李铁匠和郭氏看到这番场景 便失去的离开了 等到李如同停止哭泣后 叶修对着李如同说道如同 以后就让我来照顾你吧 李如同听完便又抱着叶修哭了一阵 等叶修带着李如同 来到李铁匠和郭氏面前时 便对着李铁匠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李伯父我从小就喜欢如同 但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现在如同吃了这么多的苦 我实在是不忍心 今天我向二老保证 以后会对如同一心一意 绝不食言 如若不然 便让我下十八层地 叶修跪在李铁匠夫妇面前说 叶修还没有说完 李铁匠便打断了他到叶修啊 伯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可是如今如同已经不能再开口说话了 你也愿意娶他 不后悔 叶修眼神坚定地看着李铁匠说道 绝不后悔 于是李铁匠便答应了下来 当天晚上 李如同和叶修便结为了夫妻 婚后叶修对李如同可谓是 白衣白顺 不管家里的大事小事 叶修都会依着李如同 李如同也是非常感动 暗暗下定决心 此生只和叶修一人在一起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这天晚上李如同睡下后 到了后半夜 突然再次梦到了当初那个狐狸 李如同惊恐至极 非常害怕这次又会受到什么伤害 可是这次 白色狐狸 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神出鬼没 这次变换成了一个年轻公子的模样 对着李如同说道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是来帮你恢复说话的 说完便朝着李如同的脸伸出了手去 当白衣男子手碰到李如同的脸颊时 李如同只感觉自己的喉咙凉凉的 说不出来舒服 就这样过了一小会 那名白衣男子便把手收了回去 对着李如同拱了拱手便消失不见了 此时李如同也从梦中惊醒了过来 他看到身边躺着的叶修 便喊了一句 叶修听到李如同的喊声也醒了过来 就问李如同怎么了 突然叶修愣住了 他发现李如同竟然能够开口说话了 于是开心地抱着李如同 而李如同也开心地哭了起来 等到了第二天 李如同把此事和李铁匠讲了一遍 李铁匠老两口也是激动地直掉眼泪 过了好一会 李铁匠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喊了一句难道是他 众人都疑惑地盯着李铁匠 问李铁匠是怎么回事 李铁匠便说了起来道 在一年冬天 李铁匠因为去隔壁县去给一大户干活 回来得很晚 在路上突然看到一只受伤的小狐狸 于是便好心救了他 而这只狐狸正是白色的 听完李铁匠的讲话 众人都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李铁匠 等到了第二天 李铁匠突然听到胡帆报比家中的消息 李铁匠细细打听之下才知道 原来是有一天晚上 胡帆突然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一只白色狐狸咬死了 死相极其的难看 听说身上好多地方都被咬烂了 听到这里 李铁匠更加坚定 这是多年前被自己救的 那只白色小狐狸 知道胡帆不是好人 于是弄哑了李如同 然后又救了他 最后杀死了欺负李如同的胡帆 李铁匠在心底下 看来好心始终会有好报啊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